105号公路太缅边境故事作者黄婷玉 透过文字 真实分享参与太缅边境 人道援助发展工作的人生体验 欢迎收看金典.tv 大家好 我是金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 实际上每个月的金典书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都希望借有这样子的机会让你在台湾能做一个书写的作者 能有一个发表的原地 但是这一次我们谈的一个题目的内容 实际上在金典杂志已经介绍过很多次 谈的是太缅边境的一个志工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相当特别 原因是因为它除了文章里面写得相当好 摄影也相当好 更重要的是它谈到一些长期志工在海外的时候的一些心理路程 以当地互动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就将它选为了我们的书斋 也将这位作者请到我们的节目上来 欢迎我们的黄婷玉来我们先来 婷玉您好 总编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黄婷玉 政治大学外交系B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博士候选人 曾任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 驻泰国缅甸难民教育负责人 其间货班轻度奖 大学毕业至泰勉边境参与人道援助发展工作至今 105号公路泰勉边境故事作者黄婷玉 娓娓道来 自己从国际志工到国际人道援助工作者 在泰勉边境用年轻岁月的黄金十年所曝出的生命乐章 黄婷玉的文字聚焦了所谓帮助与被帮助的真实生活场景 在泰勉边境的难民营内外 他不但看见苦难 更深刻体会所谓援助的本质意义 透过本书 他的分享经验不仅难得 也提供了大众有机会了解泰勉边境难民的困境 期望引起更多的关注与共鸣 让更多人愿意成为援助苦难的力量 这一本书有很多的一个内心 这是在对一个在泰国边境来帮助缅甸人 而且你在那边时间不是短短一两年 你前后期待了九年的时间 在你的花样年华之间花了这些时间 在那边交朋友来帮助别人 告诉朋友 告诉大家 说选择在那边工作的一段时间 对你的人做的多大的改变 在大学期间就有参与所谓的志愿服务工作 那时候都是在台湾 有参与服务性的社团 或者是一些艺工的 艺术馆的艺工团等等 那时候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渴望 就是很想要出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世界 那至于那个是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自己其实还懵懵懂懂 泰勉边境是因缘机会的第一站 因为我本来在06年到之前 2005年的规划是要去巴拿马 然后从巴拿马就到了太平边境 那一开始国际志工也是 其实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然后那时候很单纯跟自己讲的就是 我有时间 我没有专长也不会什么事情 但是我愿意花下我的时间跟当地的朋友去交朋友 然后认识他们 然后说他们的语言 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慢慢一点一滴累积来的 是 所以你这样的时间就开始 创了大概在TAPS里面的最常服务的人的一个 差不多这个时间是不是 最常服务的应该不是我 还是有前辈们 那只是说 没有想到说就这样一年一年待下来 然后身份也有转变 从一开始的国际志工到变成正式的援助工作者 然后负责计划 然后也真的跟当地的人不但变成朋友 还成为工作伙伴 可是那个关系也不局限于工作伙伴 还很多变成可以知心 甚至是走一辈子的朋友 我觉得那样子的体会跟经验都 都是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收获 是也许我想大家可能没办法去勾勒出 实际上那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中 但是一个偶尔有点危险 那生活品质比台湾差很多 然后常常你得面临你一个台湾小女生 在那边跟着所有的外国人 泰国人 缅甸人来一起拼搏 我想用拼搏这样子 但是通常觉得人生经验 大概一两年已经了不起 所以他接下来四年之后 开始念书念完书才回去 就开始相关的在所念的写的论文 都跟这个地方有关系 所以在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在你在台湾在打拼 在赚你的第一个一桶金的时候 他选择在那个地方去 在这个过程之间 我想我们先会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当你的同学们在跟你过得大部分 不同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过来大家开同学会的时候 有什么话好讲 提到这个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我记得我某一年回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碰到了外交系的同学 我的大学是政大外交系毕业 那外交系的同学 其实我们一样跟我一起的毕业生 现在很多都是有志成为外交官 或者是在其他的类似相关机构服务 然后同学们都会开我玩笑 他们说 婷玉 其实你好像才是第一个 从事全民外交的人 当时一开始听到还不太懂 那是什么意思 后来仔细想想 好像某一个程度也是 全民外交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区域来讲的话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地方 一旦你比较鸡婆地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在那个几万个的难民之间 生活条件很低 除了生活条件很低的时候 就业环境跟教育环境 都是一个无可解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我可以想象说 在那边当志工的 也不能当志工 就算是一个援助者 就是relief worker 你总能觉得是我能帮忙的地方还是有限 但是帮忙的地方有限的时候 挫折感又很强 但是至少帮一个是一个 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 那个无力感真的是会有的 因为你在面对无穷尽的需求 在你第一线的眼前 然后你很清楚那个资源有限 是 那我们每个人 我跟自己讲 一直跟自己讲就是 也只能尽力而为 是 可是在那样子的过程中中 你心里还是会有拉扯 然后尤其伴随而来的是 今年累月之下 这些朋友 他跟你真的是朋友 然后你还是那个拿着护照 可以在营里面自由来出的人 或者是你还是可以选择搭飞机 就回到家乡 那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是 是会有无力感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 你又从这些朋友的身上 明白他们的明白 就是他们其实 也很能体会自己的状态 也不会因为他们的那个状态 而对你有不一样的对待 对 还是把你当 好像一家人对待 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会感动人的 你是介入人家的生活 关爱别人的苦难 是不是 在这一块来对你自己的成长 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开始会想要 从事这样的工作 或者说了解 还不能谈到从事 是很单纯 而且很天真 然后热情 充满憧憬 所以你会看到的东西是 可能是这个多版本世界 一个面向 随之而来的这些冲击 或是雪玲玲的苦难等等 它不能用丰富的人生 可能是说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面向 可是它或许是不好的 或许是痛苦 暂时性的等等 也或许是一直绵延的 可是我觉得在那样子的状态之中 你看到这样子困顿的人们 他们还是保持希望 或者说他们还是有做梦的勇气 我自己私心的觉得那都是 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很人性的美好 或是说可以说非常迷人的那个状态 然后也是吸引我 可能可以跟他们一起做梦 你跟他们当地的交往用的语言 你现在会说哪些话 我说泰语跟免语 然后还有少数的课论语 然后工作语言其实 国际组织跟当地团体间 他们当地人其实 英语能力好的人很多 很多人不解 说我只要去花个一两个月 去当志工就好了 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可是你也很吊诡的是 你当时的工作常要接待 自己来当很短时间的志工的人 所以这有两个身份跟两个角度 你会不会跟观众回答 你心里的想法 还有当短阵志工的人 你真正的对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国际志工 尤其是短期的国际志工 能够以太敏边境的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援助发展场域来说 其实能够帮助的有限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 不能说是想象 而是一个现况 然后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其实所谓我们到国外去帮助人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的 这样子的神圣的光环 有时候我自己是觉得不太需要 那可能换一种角度 但并不是说国际短期 国际志工就没有它正面的意义 我相信还是有的 因为就像到现在 我自己觉得所谓志工这件事 它可能可以内化成一种态度 或者说它是一种自我成长的养成 你透过这样的工作一直不断地自行 然后你学习如何好好跟别人相处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收获 对 然后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调整好这样的心态 你已经到了当地 它一定会产生影响 那我们就一起来努力怎么样把这个影响 变成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然后可以交朋友 其实如果真的能够交朋友 我还是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而不是说 积极说在短期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成就一些事情 因为毕竟当地的文化脉络 语言等等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想也趁这个机会由你嘴巴说出来 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在大学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志工的一个运动 或是很多人去做它 无好无坏 但是就是又有一个思维 来想来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谈 在做这样一个长期的投入的一个志工之间 实际上他们的事情就变成是你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喜悟哀乐也变成一个人的喜悟哀乐 但是你在承担这样子的一个 人生意外里头上面的一些插曲 后来这样竟然变成你基本上的一个全部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化 自己有没有可以适应到的 还有包括要面对你家人 过到台湾面对你家人 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很迥异的 或者很特别的 会有这过程当中的心境的转换的不适应 或是有时候恍然大悟 原来某一种好像我自己觉得 我是我而难民是他们 某一种程度上好像经由时间的推移 或许可以变成我们 我们一起在努力某一些事情 那个边界好像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跨越 所以而且当自己有机会 你可以了解 某一种程度上了解他们的喜悦哀乐 甚至一些希望对明天的想象等等 你就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同身受 但是你还是终究知道 还是毕竟不一样 我觉得是那个东西的拉扯 你还是会在中间游移吧 像我记得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知己朋友 她本身也是一个在难民长大的难民女孩 她就曾经跟我讲过说 你已经比外面的世界的人 已经比他们都知道什么是难民 就是难民什么样子 难民生活是什么了 然后但是你终究还是不知道 对 就是像这样子类似的话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深的体悟 她愿意去这样跟我分享 是啊 我们还是回来谈一些实际的一个问题 像要做一个好的 RELIEVE WORKERS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也接触过这么多年来 接触过很多次 因为你有很多的思维 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想 你要不要告诉电视机的观众 朋友们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想要当一个RELIEVE WORKERS的时候 你具备哪些条件 具备哪一些条件 我觉得 这不是一件想象中那么单纯的美好的工作 某一种层次来说 它就是一份你需要仔细考量 然后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划 然后需要知道这个关系网络之间的脉络 还有它如何去协调的那个变动的那个过程 然后它也不是单纯的 比如说给予或者是援助 然后一次性的就这样结束 那因为发展工作 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我自己称之为无中生有的事情 就是它像大树一样 是会慢慢长大的 对 当你可能协助一个学校的硬体 你会发现软体怎么办 当你协助了软体 你会发现老师需不需要进步 然后也会发现学生长大需求不一样 这些东西它都是会慢慢慢慢长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 我自己的心得就是 必须要跟着当地团体 还有当地有新的社区们一起投入 然后在那个变动过程中 找出当地实际上可行的方式 它或许会真的让这个事情 能够延续而成为可能 是 在这个泰民边境这边的NGO团体 不下数十个 但是TUPS好像也得到蛮好的评价是不是 一方面是因为组织并不大 泰国工作队 然后弹性高 能应变能力也相对于某一些大型的组织 可能能够来得应付及时的一些灾难即便需要 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当地的国际单位 包括TUPS在内 其实有超过90%都是运用当地的难民工作者 这是一个比较在那边行之有年的一个概念 就是希望能够让当地的人长出力量来 然后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会说 终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失业 那他们长出力量来 就是他们甚至能够形成组织 可以继续运作 对你来讲 我想你应该少数在那边工作这么久的一个 的一个援助工作者 就是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你都可以打招呼什么 你又回来了 不像其他人都屁股拍拍就走了 为什么 某一种程度上好像那个地方 也可以煽情一点的称之为家 我对我自己某一个程度而言 因为当时可能回顾九年前十年前的这个小镇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小的镇 那它没有太多的物质条件 那你就变成人跟人的关系是变得单纯而直接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你都会认识 九二九字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的背景等等 然后来来去去反而有时候相对有一种安心之感 你所根源的事情在那边看到的一个结果 某方面也跟大家来讲一下说 一般你不会有这个机会 就是有一笔预算来帮助一些事情 搞不好从新的开始 从它生根落地发芽结枝 那在二十几岁年轻人 如果除非你去做这样的案子 否则你一般只是在扮演整个社会 整个大齿文的运作里面的小博士丁 但是你有机会去到海外去援助的时候 你不只是扮演博士丁的角色 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助 这个资助让你有机会在不同的一个世界之间 看到你所埋下去 所播撒出来的一个成果 我想我从书中谈到的是 你里面有小小的骄傲是这一点是不是 还是要感谢当地的人跟朋友 他们是他们带着我慢慢借由时间的经过 然后了解了边境的状态 了解了边境的故事 那他们有一些人 这些难民他们有一些人 选择离开边境 可能到新的国家展开新生活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人 他们选择有那个机会 但是选择留下来 然后帮助自己的难民社区 然后还是坚持在那边 做教学或是做训练等等 那那样子的状态 我自己觉得 对一开始我去的时候 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因为你可能会想象说 他们是等待久人的一群 然后但是你到了当地 你发现没有这样的状态 他们用非常有限的资源 在很努力地去做一些串联 或是做一些活动 那学校 他们口口声声的学校 可能对我们来看 这样子外来者来看 只是一个草棚搭着席子 然后小孩子愿意地坐在地上 我们就叫他学生 然后社区老师工作之余 然后愿意地拿起粉笔 我们就叫他老师 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会发现 那样的东西就是 就会吸引外来 那时候我或是现在也是 你就会想说 那我们要不要 就是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你可不可以简单 把你们这群工作很久 大家有什么样的共同性 也跟大家讲一下 也许我们也可以 借我这样影响一些 有机会在外面 去帮忙很多人的 就他跟资助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是 工作然后也是生活 然后也是能够去跟当地 好好的相处 相处这件事其实就是 怎么讲 你是真诚的 就是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 你没有办法是 可能像十天式的 非常好客的 或是说完成某一些任务 这样子而已 那既然是生活上面相处 它就一定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人 生活的相处 对 但是你会在那个过程当中 找到一些 真的可以跟当地社区一起 共事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蛮信任 介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生活 然后能提供一个 帮助的一个角色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美好的经验 也是让国际上能形成 人群的NGO 他们想办法来做出一个 他们理想 可以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那这中间扮演很重要的 那个角色 就是那一个在方案的执行者 他会定夺了这个方案的 好或不好 那当然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实际上有很多的苦头 你必须去吃它 你要不要有些甘骨痰的苦面 有没有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那有些心理准备 其实像在第一线方案执行 规划那些 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我们所谓外来的人 必须要去所谓的适应当地 那有些东西可能是适应了很久 你也没有办法学会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出任务的时候 在遇到雨季 那是四轮传动车 然后去可能泥泞的地 它根本就没有拨油 也没有石子这样子 那可是车子常常会卡在泥巴里 那真的没有办法行走 我们又必须比如说 拿一些医疗物资抗虐疾的药 到学校去的时候 大部分的解决方案就是用走的 就是抗药用走的 像这样子的状态 我通常都是违背同伴 当地的伙伴勒令 要穿雨鞋的那一位 然后可是即使穿了雨鞋 走的还是比他们慢 还是很辛苦 对 交易也帅得比他们多 像那样子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真的他们有处理这样的事情 应对之道跟智慧 并不是说 好像我们想象就是 大家全部买雨鞋 或是说重新规划这个东西 对 他们会有一些应变方案 我觉得那个东西 是当地执行这一面 我们一直像当地的 他们一直在那边的人学习的 是 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 就是这些年来工作笔记 然后把它整理成书 然后也有意思的是 就是现在回看过去的自己 好像也做一个整理的那个过程 对 那也是希望这个文字 送给我的母亲 对 我们一直没有问你说 实际上你的家人跟人家不一样 会把一个交地的女儿 送到那地方来工作这么久 他们完全不晓得 你原本在泰国这边工作的环境 是怎么样的吗 应该最感谢这一路走来 还是家人 对 因为即使不了解 或是说从一开始的 不太能理解到理解到参与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 很不舍跟很支持 不舍但是始终支持的 那个力量在背后 我觉得是跟家人的关系 很亲密 但是有时候亲密到难以提示 的那个状态是在的 然后所以会觉得说 还是应该谢谢他们 这一路走来的支持 是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 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原因 是它的文笔在写了很多 从工作笔记 从省诗 从它后来在澳洲留学部 都跟它晃在一起 然后也跟泰眠的这些地方 被远然形成了 它一个比台北还亲的一个家的感觉 那何其有幸 就是说你在人生 在很棒的时间里面 能认识的另外一个世界 我想这个也对整个的 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因为这是不容易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收获最多 应该是他自己 谢谢你的意念好功 也欢迎下周同一时间 去收看我们的 经典.tv 经典杂志九月号封面故事 我们是台湾 岛屿的试炼 高雄气暴在去善后刻不容缓 借出人民生活恐惧 因成立国家级防灾系统 还给人民一个全新的生命样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